加入頻道會員就可以獲得這些福利 只需要省下幾杯飲料錢 就可以支持我拍出更多影片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春夢門的水蒸氣 小鳥爺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迅哥 我們現在在萬華車站 那各位小鳥爺應該知道我要幹嘛了 對而沒錯我們這一集要激起大家的購物欲 如果說各位螢幕前的直男 你們不知道女生在街上買衣服逛街的樂趣是什麼的話 今天呢我們就是來幫你們登大廊好不好 登大廊 登大廊 好那我們就走吧 這是我第二次來北部逛鳥店 那今天就是去萬華鳥街 那根據網路資料顯示他們那邊有20多間的鳥店 今天就是去逛一波 好走 找到一隻狗狗 有一隻超可愛的狗狗 好各位我們現在來到大風鳥園 那這是我們的手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那種類似獅瓜的那種玩具 我覺得我今天一毛都不會花 你們放心 我跟你們保證我不噴錢的好不好 這個買回去給學寶也要好了 然後剛才老闆人蠻好的 只是他有點緊張不願意入境 好那我們就帶大家看一下這邊 這是折中 母的 好他其實也沒有很兇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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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這樣先這樣 好拜拜 這一隻是新頭凱克 那通常站台鳥呢 因為他的第一星就會相較於龍羊鳥弱一點 所以他們通常會比較輕人一點 然後這一隻呢 這一隻是太陽科的 抖面具 這種我第一次看到 給他一個特寫好了 然後這邊有一隻巴丹 巴丹通常比較不用擔心他咬人的問題 中鳥通常比較靜人的跟好的那種 好 乖乖 然後這邊這個是公折中 公的折中是綠色 然後那邊那隻是母折中 他是紅色的 然後因為他們是母系社會 所以母的會比較兇 公的就比較還好 那我們跟鸚鵡互動的時候 盡量手不要從上面往下 因為這會有壓迫感 那我們從這邊會比較好 就是可以試著用拳頭去試試看他的狀況這樣 那如果說他不要那就算了 因為跟你不夠手還是會有點膽小 然後這邊就是一些飼料 然後這是金頭凱克 對金頭凱克 有啊蠻乖的 好各位那我們剛才又發現一個新的發現 這種鳥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本體 走我們這邊看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是大金黃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本鳥 那這種鳥呢他一樣是太陽科的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一堆是大頭鳥 就是他體型比較大一點 你們可以看到一般的虎迪 這邊好像有 我帶大家看一下 對阿 欸這邊沒有蝴蝶嗎 應該在這邊吧 這個 這就是一般的蝴蝶 然後剛才那邊是大的蝴蝶 你應該可以從那個體型 還有他的毛的狀況看出差異 那蝴蝶是哪種 他是魚 又是另一種 一樣是虎皮 這個大頭虎皮 懸鳳 然後小鷹 還有牡丹 不錯阿蠻可愛的阿 對啊 眼睛一顆一顆 真的 婆婆阿你家裡現在有養寵物嗎 有阿 喔有阿 你養狗還是貓阿 貓養過狗養過 都養過 最近講 蝴蝶帶蝴 你要當我午餐嗎 欸他會咬頭耶 各位那我們剛才幫龍哥挑鵝開新鵝 因為他很喜歡吃這個 那可以當個零食阿 是 在獅航中 來也是 想爆炒 用1天 cose 到 最難的 他叫什麼名字啊? 多多 多多喔? 幾歲了啊? 十歲 哇 好可愛喔 為什麼越來越少了? 乖乖 好 好 他蠻有算的 超胖的貓米 OK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拍到這邊 那我們非常感謝大鳳鳥人 鳥街這邊真的很多鳥店 你走過去一整條大部分都可以看到 那東西也真的是蠻多蠻積極的 各位鳥你們真的可以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拍到這邊了 那如果說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給我信任 那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然後勒那個 有興趣的真的來逛一下好不好 那如果想獲得更多支信息的就是 FD粉絲按個讚 或追蹤我IG 那我們今天就拍到這邊啦 掰掰 摸一下 就是 摸一下 這個 不能 我 不關 我 感谢观看